这是苹果14plus 这也是苹果14plus 国航全新的要6999 美版全新的只要3999 这两台一模一样的手机 差价却要3000块 你怎么差个版本就便宜3000块 这到底有什么猫腻呢 走 我带你去看一下 我来给你看一下这台美版的 艾斯沙漏全部都是全新的 面容 屏幕 拍照 录像一切正常 电池效率100% 充电的话只有一次 用起来基本上没差 那怎么保证这种东西的全员章 会不会去互动粉丝的呢 我做了几百期视频了 要是我做主张机的话 早就被粉丝骂惨了 手机虽然是卖出去了 但是长久的服务才是开始 那美版跟国航到底有什么区别 你要老实跟我讲 区别的话那肯定有 国航的话是双卡的 美版的话是单卡的 加上最新的QPE卡接 可以实现插卡机用 换做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便宜三线的14plus吗 提论区告诉我